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离婚 因为我们还有个年儿嘛 现在我们就是分级状态了 半年的 已经下定几天了 范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不喜欢离婚 他一直用离婚来压我 他不会坚决离婚的 因为他心里面一直都有这个家的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提离婚吗 可能我是外医的吧 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对 非常正确 尹女士提出离婚 范先生不以为然 他认为妻子只是说说而已 断然不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他们结婚十多年了 有一个女儿 范先生是初婚 而尹女士此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夫妻俩靠开店做生意维持生计 尹女士说 她每天从早忙到晚 原本没时间去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 两年前 从十多岁的女儿的嘴里 她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燕小节第二天 我的女儿 妈妈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跟爸爸没结婚的 我说怎么这样说呢 我没看过你们结婚照 我说被我藏起来了 爸爸为什么在微信 老公老婆你好啊 我爱你啊 女儿看到了 你要看他经常玩微信 你都要那个语音 可能是 后来女儿说 妈妈 我有爸爸的那个密码 你想看吗 我很冷静 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她跟了第三方 那个聊天记录 就是出回那个证据了 你说你很冷静 我表面上是冷静的 心是滴血的 后来我就 我就吃饭吃饭 我说第三方漂亮我漂亮 她吃了一半 她那个碗也滑多了 跪下来了 一句话她就知道 什么意思了 知道了 我要拿东西走 她不让走 跪呀败呀样子 最后呢 最后不让我走了嘛 又要死要活了 我选择原谅她 第一二天我是不知道的 哎呀老婆我睡不着 我想五六点去散步 其实她在被窝里 用那个信息 跟第三方发微信 早上约会 买菜时间约会 被我发现了 这个联系的行为 并没有停止下来 没有 后来我发现之后 也吵了 吵了就走啊 好像两天吧 我这个人还是接受不了 打护理线的时候 我是没帮我去承受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受了什么决定吗 后来我就 老公你回来 我们好好调解 后来就回来了 我说你要改不改 我要这样改 不改 后来改没改 又还是跟第三方 联系 又被我红出去了 眼目张胆的 也会啊 开房啊 记录啊 都有 在发生这一切之后吗 还这样 都这样 她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在你面前 我会改 我错了 贵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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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反复复 对 反反复复 你的决定是什么 离分 她找到朋友调解 她说费人给你两三次机会了 你要改哦 我会改 我向您保证 不会再换 结果还写上加上还会再换 又怎么了 又会啊 还是继续 对对对 到今年了 我才又提出离分的 为什么 也是跟第三方纠缠不清 还是跟从前一样 不会改变 没改变 可以说基本没断过 就是说 这个生活没必要继下去了 坚定离分 你怎么了 你干嘛 不想退 不想退 范先生突然离场 或许是感觉到妻子离婚态度坚决 又或许是她不愿意去面对 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些错误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下 十几分钟之后 范先生重新来到调解现场 来到这里要去面对 陈老师你是要去登进吗 是不是 面对妻子的指控 范先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啊 我可以解释一下吧 嗯 你说 我老婆一直对我都说要离婚 我也感到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因为她每次对我说离婚就迟你 我都很 夫妻都会很大 但是我从而也没有说 打过她 对她发生过什么样 我自己是哪里来的 你先让她说吧 因为她就到法院去 我感觉叫家就没希望了 所以我就跟一个女人 走得越来越久了 那可以先离婚 然后再去找啊 因为我又是想要结个家 那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 保证了自己又做不到 不是她所说那种 那是哪样呢 去年她发现了 发现了我就说 保证不跟她联系 嗯 我有一次我去打牌 找她要钱 嗯 那天下午输过钱 那天晚上就把我管出来了 所以我又 所以又找回那个第三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正 只要用到钱的时候 她会借回我 那那个第三方 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提款机吗 也不是借 我说我是放她在借 你自己觉得 你跟对方是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朋友感谢 你说被老婆赶出来了 我就得去找另外一个女人 收留我 给我钱 这说得过去吗 最后我 说不出我这种 范先生试图解释 但越解释 越让人无法信服 他不愿意面对 选择离场 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范先生认识不到 自己犯的错误 自然也就没法顾及到 妻子的感受 姨女士说 这一段让她失望的婚姻 除了丈夫感情上的背叛 还有让她无法忍受的家暴 我这个伤口谁咬的 我这个伤口谁咬的 我包括简单有记录的 为什么用那个酒瓶 摔我的你说一下 那天她在开小店 我在开饭店 人家来吃饭 哪一百个人来 我去口庭一万年前 她要说要经过她同意 是这样吵起来的 同时没打 你先听我说 没打这个是什么啊 那个金奈她脸都出来了 那个你先打住 是我就把那嘴瓶塞了 塞到地下去 在地下去 不知五意中间就病到 五意中伤到她的 如果我真正是打到她 拿酒瓶打她的 我会打到她那一点嘛 说实话的 打到她 哪里都不会打到这里了 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了这一次是吗 还有一次 不止 她听人家说我很早干门了 九点钟就干门了 出去了 出去减发 她就打电话回来 马上叫我回来 我说出去减发 不惜向你请假吧 嗯 就这样 回来就这样吵架 吵架把我车砸了 我说那次我是打了两发掌 真正用力打了两发掌回来 两发掌 我这个脸都肿了 是这样子的 她说我在南门开店 她在北门 要看店你就疑心疑看 不要说三天打 一四天待网 我说你怎么把店 天天把它店关 不关你的事 后来 那个塑料店 灯红色的 全部砸瓶的 砸瓶的时候我就拿个管管 砸它车 砸它车的时候 打 时间打我 这脸都打肿了 我就反抗嘛 那个小 这么长的铁锤 我想砸它 我不敢砸它 后来打电话给我哥 我哥来的时候 他又开车就走了 我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 叫他来调解 他不来调解 他问我原因 我在警察也哭了很伤心 我做事 他照顾孩子 因为我说 老公我白天守电 你晚上守好不好 我说晚上我要求守 我守到十二点 到十二点半 说好 我六点钟一走 他前脚就把我们拉了去打牌 他把那皮膜布 那些人进了货 不给人家钱 他说卖完才给人家钱 把那货卖完又去堵 堵完人家拉来追债 你货到要付钱嘛 是不是 你把它卖了货 就去打麻将 你承诺过要好好看电了嘛 你怎么说 白天也关门 晚上也关门 我做妻子受不了的嘛 他不在意这个事情吗 他就乱来的 他这次就生活上 没责任 没分寸 生活上没责任 没分寸 尹女士对范先生的失望 溢于言表 尹女士说 这个家里 丈夫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每天除了偶尔帮点忙之外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几乎都落在了 尹女士一个人的肩上 而她的辛苦和付出 换来的并不是 丈夫的理解和认可 反而是责愿 我在店里 本来就是我换 早上他换中午 我们两个人轮流换的 他不是说只要他一走 你就拉了去打牌吗 是不是这样 没有这个事情的了 某种内心说话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的好强 这里想快点 那里想快点 他感觉这个店有生意了 他就不用我换了 他就请他亲戚换了 他就感觉不相信我 你说他不放心你 才不让你干 你觉得他为什么 宁可请别人干 也没有让你在店里帮忙 你觉得为什么 他说我不会做生意 他一直说我不会做生意 你自己觉得呢 我会做生意 我不会做生意 我都不会快店了 那店是我亏的 我亏起了 根本我就换不到钱 有没有占到钱 我也不知道 我想发钱的时候 过年是买衣服 都要给他限制 他高兴才买 不高兴不买 我感觉我做那店 店里我占了那么多钱 应该要可以花一点的 过年的时候 你要回我 生动的钱 他都没有回了 老婆给钱给我打麻架 钱 只有那几年是有给的 后来发现无底洞 我就捏了很紧钱 因为我赚钱 非常不容易 老板娘还送十瓶水来 十瓶水说公里 才多少钱 才六七块钱 我在江湘 那个天气四十几度的情况下 我里面是放三个冰箱 有个九十公公的床 我是在那里窝的 你个人吗 一个人 好难 那几张江做的日子 埋头苦干了干 干到没朋友的 如果你不干的话 不干的话 坐等坑上 他呢 白天也赌 晚上也赌 有赌博这个事吗 范先生 这个没有的 他说没有 因为我赌 别说十年 这两年来 白天赌 晚上赌 我现在租的房子 太丢人了 两百六块 一个月 加美保管费 两百八 都付不起的 结果他是 他大体小座 没错 我大体小座 一个我真正 打牌的情况下 我是跟他 请示过的 不是赌博 是什么 就是朋友之间交流 要靠打牌来联系 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打牌不是 那你告诉我们 打牌的频次 频率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星期 半个月这样 打一次的 我因为这两年 白天打到晚上三点 白天 一个星期基本打完 白天黑夜 连轴转的 对 没有这个 范先生失口否认 他再次认为 妻子是小题大做 对他而言 每天打打牌 只是社交需要 小赌遗情 无论是外遇 家暴 还是赌博 范先生都没有明确的 知错就改的态度 明明自己犯了错 他却反而在 妻子尹女士身上找原因 面对提出离婚的妻子 他很想挽留 但他的所作所为 却让尹女士越来越失望 这段糟糕的婚姻 不禁让尹女士 想起了他过去经历的 那段婚姻 和白手起家 一无所有的范先生不一样 他的前夫是个有钱人 给他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那个时候的尹女士 并不觉得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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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